這次唱得太好 沒有 今天 對啊 剛才說 演藝好嚴重 重感冒 剛才還在三的時候 可能今天沒有這麼百分之百的把握 因為流行性感冒 真是很多人都遭殃了 沒關係 不過你是大概好了很多了 我們聽起來跟唱片也又差不多了 沒有 謝謝小哥 自己要求的更高大概 沒有 因為自己在唱的時候知道 很多的聲音沒有辦法唱得很漂亮 最美的地方 有時候覺得功力少了這麼一點 我們聽起來還是很完美 受到小哥的讚美比什麼都開心 謝謝 我今天看了這個名單同家會來 我說 哎呀 這一段 可能我的話都要少一點 因為這個 它是真正帶來好歌 好曲 要欣賞 我期待來唱小哥的節目很久了耶 因為這個節目很棒 可以一直唱歌一直唱歌 然後還可以跟小哥聊天 而且壓力很大 因為主持人唱得 非常好 太可惜 太可惜 這個平常一看到我在節目中 跟人家訪問 說說笑笑的 今天碰到妳 那這個方面 反正要殺豬車一下 啊 我已經準備好 來說說笑笑 好歌在欣賞的時候 但是我覺得我的話都變成廢話了 是真的 是真的 謝謝 這樣來形容我對妳歌聲的這種看好 謝謝 剛剛跟妳的宣傳在聊啊 越來越覺得 講不出來哪裡改變了 覺得越來越漂亮 是真的 得到小哥的讚美 真是太開心 其實在像穿著上 妳也並沒有說什麼大的突破啊 還是相當的怎麼講 得體跟素素的 可是講不出來呢 這眼神眉語之間啊 可能是一些自信啊 還有我們也越看妳覺得 被妳其他的藝術氣息 整個都籠罩在裡面 已經分不出來了 謝謝 嗯 越來越散發出一點光環 她就回來跟她說 妳看我們彭佳輝有說 是一匹千里嘛 謝謝 往後還得了啊 她這個音域 可以發表的地方太多了 謝謝 我想 雖然現在盜版很多 不過 身為一個歌手 我覺得應該在好的環境當中 或是不好的環境當中 一直還是很努力的唱歌 唱好歌 做好音樂 是是是 尤其像這種時代 常常都會有一點 比較八卦當道 對 有的時候真的把一些藝人 真的才藝都偏到旁邊去了 那麼或者是有一些 她不一定是這個 真的用音樂來接觸大家 卻是這個新聞出現率 比真正的歌者還多 因為有別的一些 什麼叫風花雪月 那妳這方面都就是 風風雨雨在演藝圈 到很少的時候 有流彈打到妳身上 這方面個人還應該是 掌握得很好啊 因為我是一個很直的個性 我是牡羊座的 所以 尤其在最近 我也不曉得 最近說話 跟以前說話 有沒有太大的改變 可是就 可能說 說著無心 聽著有意 真的 也是有被寫的 不是很舒服 或是扭曲的地方 對 對 譬如說 妳把妳的祖母去 對 我是 或是說 我們影劇圈的人覺得 常常聽這個話 那個觀眾 是不是也 對 是不是太強調了 特別注意 因為有的時候 是很平常的生活話 那這句話 對我來講 是不平常的 那我常常講 我在靠腰 這什麼樣 對不對 可能是常常講 妳祖母比較好 我也常常講 因為我不太會 我不太會講台語 然後是我的朋友教我的 言多必實 那 其實也是挺冤的 各位 其實他們在看我們藝人的時候 我們真正要展現的東西 跟其他生活話裡的 如果還在那邊講究包裝 那其實反而很假 對嘛 自由的 自然的一面 他們也應該可以接受 我想 反正已經出道 四年多的時間 現在的聽眾 耳朵啊 眼睛都非常的厲害 所以 我想不會單憑 很簡單的一句話 去否定掉一個人的努力 對 我還是會在這個崗位上 一直唱歌啦 是 那麼也可能 情感都很穩定 所以 就算讓人家知道一二 也都是怎麼講 就是非常的穩健的腳步 在走一份感情 是吧 其實我一直對這份感情是 面對大眾的時候 我一直是很坦然的 戰戰兢兢 經營的 對 所以 現在 我們都很好 所以 也謝謝小哥的關心 我當然要跟小哥多學習 像小哥在演藝圈毅力這麼多年 毅力不搖 然後 他是一樣 收到人家的尊敬 也沒有什麼緋聞可言 對呀 我這樣問這個 這個宣傳有沒有同意我 我們會問這些問題 也沒有關係的吧 沒關係 因為其實大家 喜歡我 才會關心我 是 這個我曉得 另外一半 各位如果有美容院 洗洗頭 總是會看到一些 我也是在那翻到 以詩以友 這個另外一半 不錯 在音樂上跟你也有很多交換意見的地方 對 我們 十年前認識的 你看 十年 對 我們在民歌餐廳認識的 算很定性的 他彈鋼琴 像老師一樣彈鋼琴 然後我唱歌 哎呀 那真的 十年啊 對 十年 不容易 現在的年輕人來講 又加上你的成就 就是一直這樣 固守一份感情 這是個奇蹟 真的 他也很努力 對 非常的努力 不能全部講 這個 全部講出來會給人家帶來壓力 是 點到為止 不好意思 可能還是有點勉強 為難 為難你了 不會啊 其實這是 一個歌者 像他這麼努力 以外的一些問題 當然我們也了解了 你的態度也很棒 就是這樣直接回答大家 因為其實就是 大家反而不好奇了 這四年多來 大家有問 我幾乎必答 可以說的我都說了 對 所以 就是這樣子了 如果問一些未來的 有可能很篤定 這個十年的感情 一直是延續下去 甚至於走到地毯的另外一端嗎 還是這一方面 也倒也不敢這麼肯定吧 對未來來講 我想每一個人都會對未來有所計畫 但是計畫總感不上變化 所以對於我來講 我還是很珍惜現在 就還是每天都很珍惜 很努力 這樣一直走下去 對 除非必要有什麼什麼 其他那種不愉快的回憶 不然不會有什麼大的變化 希望 對另外一半 除了他講他的音樂氣息 他也會對音樂跟你來講 這方面就 大家怎麼講 情趣相投 都喜歡音樂 對 對 那麼可能對男人 你最不能容忍的是哪一些呢 或是犯到你情感中的大忌的問題 譬如是有些 出軌啦 或者是說 都是沒有過 外型很好 你會有擔憂啊 可是誰不喜歡很帥的 那可能另外一半也是 站出來很亮的 他 他還不錯 很善良 心底善良 很善良 對 你到底要問什麼 現在的唱片工業 有逐漸下滑的那個趨勢 對於我們 就是只知道怎麼唱歌 很認真唱歌的歌手來講 很大的打擊 對啊 小哥應該有感同身受吧 我們那個時候 我們那個時候倒是沒有像這個 還沒有叫什麼 分紅制 沒有耶 就是沒有板稅 或者是板稅之類的 那個時候倒沒有 所以現在 對外面跑得好壞 或是精選集啊 跟我好像完全無關 所以我又滿恨 可是你有拿精選集 喔 那個版 那個版全部在你自己的身上 是 以前那時候就唱完 唱完就了事了 就是這樣 所以有些人提到 哇 整組的齁 一組一組金裝本給我簽 也沒看到會有什麼笑容 嗯 這樣好像太俗氣了一點 不過你們現在就好了 制度非常好 對啊 就是不管創作也好 或是唱歌的人也好 都是有智慧在產權嘛 可是就是有很多人 就是怕剛剛講的那些 對啊 盜版 這個好像有一點點落後的象徵 我覺得 對對對 還不太文明 還在那邊貪這個小便宜 其實品質它可能回去 三兩下又不行了 那個CD啊 嗯 也不好 一個音響可能好幾萬塊 可是一張盜版可能50塊 或是100塊錢一張 可是你可能聽兩三次 就把你的瓷頭傷害了 啊 是是 我以前在海外的中國大陸也買過 像你們的 聽說打開來打開來 你買過啊 有有有很多 你買到版 我不覺得到版 因為做得一模一樣嘛 怎麼這麼便宜 她說 不是 我們那兒修飾啊 我們那兒沒有正版 沒有你們消費那麼高 一樣正版 可是比你們那兒便宜一點 所以你還不買嗎 我說哎呀 那好啊 就買 可是那真的不是正版 有的打開來一看 居然沒有壓音樂在裡面了 空的盤子 那幹嘛 還有這種事情 這是真的 這是絕的 沒有空的呢 除了有的放進去 機器馬上不接受 啪 又彈出來 咦 怎麼會 它怎麼不接 會不會那個機器 也是要不好的機器才可以 也買了水貨 是嗎 這是很奧妙 所以這個大家買正版啦 大家互相可以刺激 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回饋他們 是是是 那麼這個燒就很難了 全班同學買了一張就夠 一張然後燒給50個同學 還給我們來個精選集 他們是 然後我們還拼命去唱校園 哎呀 所以你常常在呼籲他們 對啊 同學覺得很好聽 好 我就買一張 哇 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覺得這是一個觀念的問題啦 並不是說他們不小心買到盜版 是故意去買盜版 真是的 說到你裝扮 這麼多年來 也沒有說什麼再強調 開始走向一些什麼 比較野燕啊這些 我很想野燕 可是演不起來 反而這樣 一直沒有什麼變化啊 反而更透露出 他去欣賞你的內在 就像觀眾 你的聽眾 一聽到你的歌 再加上看你的這些 不管在任何的做訪問啊 從Radio聽到啊 或者 就很親近了以後 再也很難改變 從他們腦海中拉掉 這反而是更煎勞的一種方式 我真的覺得說 外表或是造型的部分 都是 這幾年不斷地在學習的 我一直覺得我的 只有聲音啊 適合當的歌手 然後外型也好 或是什麼 然後個性也好 好像都不大怎麼適合 所以這幾年來 有一點點辛苦 不過我覺得這些東西 也蠻好玩的 除了唱歌之外 有很多值得去學習的 在我覺得 在我心中 你是很紅的一位耶 是真的很紅耶 謝謝小哥 謝謝小哥 幾乎我覺得 跟王妃是一樣的道理耶 沒有 假如說王妃很紅 我也覺得 你是一個很精緻的一個 本土的一個歌手 你知道嗎 我努力的 所以我覺得 那麼在其他方面 你看 你也不用特殊地把它這樣凸顯出來 你看 只能不能介紹一下 今天這套衣服 這毛線衣衣多少錢錢 我想想看 這是在 好像一千多塊而已吧 在日本買的 千把塊啊 對 還有 這個胸前的一朵小紅花 這個花 是自己安排的 還是說也有設計過一下 好像是自己安排的 自己安排的 今天因為 是我比較土一點 有的時候我看人家覺得好奇怪的衣服 或是說我覺得不太搭 搭掉的一問價錢把我嚇一跳 我才知道是我自己土 所以我搞不清楚 沒有 就是這一次的整個造型 是在日本去買的 你看 果然你看 還是飄洋過海的 可是那邊的東西都蠻華麗的 最近這一兩年流行的東西 但是 就是 我好像覺得自己也不大適合 不會 但是你還是穿男 不是 因為我覺得小哥的這個節目 很隆重啊 然後啊 所以然後我可以接下去 太樸素了 所以不能太平凡 所以他加了一條水鑽 這真的是今年最流行 你都不知道嗎 唉 你看 是我自己太痛 腰間一條水鑽 因為我覺得如果就是 光是裙子啊 還有黑色 有太暗的感覺 嗯 然後啊 你不會以為是嗎 我在說 是不是配的怪 不是 是我常常 真的 以前我常常問到 名牌我搞不懂 我知道你本來就比較奇怪 反而不敢問 結果我就覺得 唉 怎麼沒有 這個靴子 一看就是名牌了 我 我不知道它是什麼牌子 不拉大 不是 我今天本來穿了一雙 Prada的鞋子 可是跟剛才斷掉 唉呀 那 跟跟才斷掉 因為我昨天在西門町 又唱又跳 然後 跳得太厲害 然後跟就斷掉了 不好意思 我是外行人 不會 因為 小哥本來就是一個 因為在我心中又覺得說 一定是 一定有來頭的 剛剛把你比喻成王菲的奔徒 所以感覺到一定是每一樣東西 它都是有一個因為所以的 不過說唱些歌 你很好玩耶 謝謝 謝謝 小哥你好 好久不見 唉呀 握一次手了四次 各位畫客 張嵐 哇 大家跳了一頭大汗 這個動作設計得也非常的 別出心裁 謝謝 而且跳起來那個默契感 一家人就是一家人 而且我要再強調一下 剛剛那個不是說放袋子 它是純粹的唱現場 謝謝 不容易我也很驚訝 這個 你們的現場能力跟唱片 也是相去不宜 應該聽得出來 因為裡面蠻多喘息聲 是是是 厲害了 這樣比較自然 是是是 剛剛還在問你們 我說那國外那些人 你們何必唱現場 應該是像外國民 他們說不 外國的也是現場 我說有可能嗎 那這是體力的這個考驗 對 真的要練習 像我記得我們從第一張看 開始 就是試著四個人 就是唱Live 跟同時在跳舞的時候 你會發現 像你一般跳舞的時候 例如說我們左右這樣子 我們可以直接 我一直呼吸 找空隙 對 但是唱歌不行 唱歌 唱歌你要變成是 你唱歌的換氣的地方 是你呼吸的地方 這有學問 就很難 那我們也是花了一點時間 去慢慢慢慢 而且要有重量訓練 像我們來錄影之前 你就在健身房上面 呼 沒有啦 其重量訓練是吃東西 這個通通要 比如身體的狀態 要調節到最好的狀態 才有辦法 又唱又跳 對 擴別了兩年這個時間裡 這個植服期間 說說看 是在醞釀這張 第四張專輯 還是各自有在忙一些 還是這樣的醞釀 有各自來分配工作 其實去年 我們實際上 從第三張專輯到第四張 仔細算的話 應該有將近一年八個月 我們在前 差不多去年的前半年 其實我們是參加一個 歌舞劇的表演 歌舞劇 對 表演工作坊的歌舞劇表演 所以從排演 排戲 練唱練舞 一直到演出 這將近花了半年的時間 等於每一個對白 每一個動作 各方面都要滾瓜爛手 從排戲 然後練歌到練舞 不是說我們參加了 就是參加回各自練 都要配合的練 對 所以那段時間 也許很多觀眾朋友也有問 歌迷也有問說 奇怪 蟑螂跑到那裡去 怎麼停了一下 對 那因為我們那個時候 為了專心好好演這個劇 所以 把很多通告推動 所有的通告跟唱片有關係 就暫停 就專心去排那個歌舞劇 對 這個我們知道 有的時候人要這個 要狠一點 這是說 有的時候不能有任何喘息的機會 就是這個時候 市場的這個版圖 要稍微霸佔一下 對 所以有的時候在這個期間 我想你們也看了 當然別人也在不斷地動 對 也看了一些其他的團體 對 這個時候 可能當然也是自己的一個 怎麼講 有這麼樣的一個鏡子 可能我們再出來 又變得 再要突破他們的 對 所以這個選歌方面 這張 剛剛那首忘了我是誰 這個點子就 感覺是舊曲 但是聽起來蠻新穎的 這是什麼樣的idea 大哥可以介紹一下 老大來回答一下 其實大家都知道我們是小時候從菲律賓移民來台灣 對 那那個時候剛好來台灣的那個時候是國內的民歌時期 所以我們對一些民歌其實是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有印象 對 那剛好去年的時候總統大選 是 然後 候選人的那個講演我都特別注意李遙大哥的一些政治發表會 對 那他剛好提到白色恐怖時期 他被關在四面都是牆壁的牢那一段時間 他因為心裡面愛上一個女孩子 他就寫了這首忘了我是誰 那我在看電視的那一剎那就感動了 這個過程 原來這個歌是這樣產生的 然後就靈感就來了 我就想 對啊 這首歌很像已經被大家遺忘的差不多了 我想說應該可以把它發揚光的 就想說 好吧 那我就寫一首新的歌 然後在副歌的部分就取樣這首歌的名 所以 融合在一起 對 精華 然後把它變成是一首 對老朋友 民歌時期的朋友 大家都熟悉 可是對現在時下的年輕人來講 他又是一首新的歌 對 而且那個髮型也不斷的在變 你的頭特別突出 大哥是學美術的 他美術系畢業 所以他就把他的頭當作畫布 在上面 他自己 磕了一隻蟑螂 自己磕了一個 一個象徵圖形的一個蟑螂 對… 你這樣講我就覺得可以看得出來 還有幾個腳 對… 旁邊是他的腳 就是屁股的鬚鬚 對… 那前面呢 當然就是他的臉 蟑螂 對… 有八個月 你都在… 其實我一起有演這個歌舞劇 也參加了 然後我出了一本書 對… 聽說英文好 然後不務正業去出書 而且這個書還是教人說英語的 對… 不簡單 對… 出了一本書然後… 想說我有點不好意思 這是什麼意思 是我們中國人常常一講到說自己的這個… 什麼講 要介紹自己的長處或什麼 總是不好意思 做你講就對了 不好意思還賣得不錯最近 賣得很好 對… 再版了 哇… 不簡單 他就是臥虎長龍 沒有 因為那段時間演舞台劇嘛 褲帶就勒緊一點 所以趕快裝外塊 這也要有本事啊 不是你們這麼笑笑的戴著 都是不簡單 像我們最近一直敢通告 大哥頭上這隻蟑螂也越來越瘦了 對… 他真的去剪院裡面 真的 剪的剪的 有的時候有的美容院門口還貼一個這個 蟑螂的頭 本店演繪珍 這是真的 對… 沒有 我之前就在一個家庭理髮裡嘛 那難免啊 如果那邊太多人去 我就下次就不敢再去了 這個直接做廣告 可是二哥有發生過很好笑的事情 就是他去那個理髮店 因為他平常的樣子 跟他在舞台上畫完妝之後 是很不一樣的 又有一點差距 他平常有戴眼鏡什麼的 然後大家都認不出他 結果他去那個理髮廳 他要剪一個髮型 講了老半天 那老闆聽不懂 他就說 你知不知道蟑螂 那個老闆說知道 那個蟑螂老二的頭你知不知道 他說知道 你就照那個給我剪 你就對了 然後老闆就想 這樣介紹還更清楚 對 而且那個老闆還是不知道那是他 這個頭型 這個頭型比你這個 這個因為下台的差距 比本人還出名 這一解釋馬上就了解了 對 剛剛聽你們這樣這個 又唱又跳 在我們這個節目 本來的這個慣性 都是一些純暢 你們帶來的這個 讓我們有一個很年輕的感覺 謝謝 我們很喜歡也很開心 也很榮幸 能夠來到小哥的節目 對啊 這個你們真的要接二連三 看到很多團體 真的要像你們這樣說 有默契 尤其是我們知道是一家人的時候 有另外一種感情的那種心態去看你們 其實我們會 反而會希望多一點團體 就是和聲團體 因為之前譬如說band 就一窩蜂都是band 可是我們之前因為都是團體 就是我們一個美聲團體 然後我們就覺得自己在前面衝很累 然後很不容易被注意 就是你努力了很多 可是大家可能 譬如說要想到團體的時候 他們會想到的是band 或是什麼 他或二重唱 他可能不會想到我們 樂團 對 樂團 那如果說多一點這種和聲團體的話 就是大家一起加油 那大家就比較會去注意說 現在和聲團體很多這樣 其實這樣在樂團 比較讓它多元化一點 對國語樂團是好一點 更好 他們有很多我們都知道 但是我隨便提一個 這個可能比較跟你們走的方式 高齡峰大哥帶的 very sweet 高大哥很厲害 很厲害 那個團體走得好像不太一樣 對 以前剛來台灣的時候也是那個時候 身材比較好一點 那個高齡峰大哥最紅的時候 我們也都很喜歡他的表演 對 不過這次他的very sweet 也被他帶的還算是怎麼講 觀眾都有印象 但是走的就是跟你講 不像你們說動作要一樣 動作還是說舞姿跳舞 那個是以身材來 小哥你穿西裝做那個動作實在是 很偏偽 高大哥那種方式就是讓大家要這個怎麼講 秀色可參 對 美腿如靈 對啊 像我們這種短腿就不用穿 我看不是每個年輕人 我是不是太了解太久沒進 不是每個年輕人都能像你們這樣 這樣子輕鬆一些 因為我們姥姥 還是現在年輕人 每個音樂一想起來都能夠這樣子 也未必 我們也不曉得 我們就很自然吧 可能因為我們小時候的出生地是菲律賓 那菲律賓人 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 他們是一個很熱愛民族的地方 熱愛音樂的民族 對齁 餅包 然後你在那個地方 你真的很能夠感受到音樂 然後那邊的人 你隨時看得到在路邊跳舞唱歌 就很自然的 其實有點像台灣的原住民 他們很隨性就很優雅 但是菲律賓人更慘 他們可以 都已經快沒飯吃了 聽到音樂還可以跳了 自得其 苦中作樂 對 是天性沒有辦法 記得你們剛剛在國內的樂壇出現的時候 這個也興起的是蟑螂舞的風 這個風潮好不得了 這個聽說已經到了 目前有第四代的蟑螂舞 第四張就第四代 對 就是第四代 對 基本上我們所有的舞蹈 都是我們自己四個人編的 對 我們都是聽完歌曲之後 我們四個人就絞盡腦汁看 如何把這首歌 讓它影像化 讓它肢體化 然後能夠在副歌的時候 或是那個歌曲的重要部分的時候 能夠凸顯出來 所以我們就 自然而然我們都把我們的舞蹈 有在表現出來的東西的時候 我們都把它稱之為蟑螂舞 所以蟑螂的舞姿跟舞步 這個第四張專輯當然也就是第四代了 對 今天會代表這第二期前的年輕朋友 來再感受一下 一定在這個專輯中 大家也花過腦筋 編出了第四代的這個舞姿 那在還沒表現我們的第四代之前 而且我們先讓大家回顧一下 我們第一代 第二代跟第三代 到底 對 到底是什麼樣子 我們先表演一下 我們第一代 第二代 到第三代的舞蹈 他也好 來 繼續跟你們看 這個第四張專輯 當然也就是第四代了 今天啊 會代表這第二期前的年輕朋友 來再感受一下 一定在這個專輯中 大家也花過腦筋 編出了第四代的這個舞姿 那在還沒表現我們的第四代之前 我們先讓大家回顧一下 我們第一代 第二代跟第三代 到底 對 到底是什麼樣子 我們先表演一下 我們第一代 第二代 到第三代的舞蹈好了 太好了 這樣更仔細 然後我們請大哥跟老三 弄一點點口技跟節奏 然後妹妹跟我 口技 對 妹妹來 我們來表演一下 第一代 第二代 跟第三代的蟑螂舞 還有口氣 是不是 還有節奏感 來 1 2 3 4 對 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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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脖子 跟這個腿 反方向 那個時候我們剛出來的時候 小哥模仿的最準 我們秀一段 來 我們來一點節奏 5 6 7 8 要示範給我看 哇 好棒喔 奇怪 這個奇怪了 對 小哥其實也是流於自然 對 這個這妙啦 很有節奏感 我們如果說反方向 譬如說有些人說拍腿什麼 我都跟不上 譬如說這個拍一下 這個拍兩下 那時候 可是跟這個道理是一樣的 對 肢體緣有的時候要局部的把它分開來 對 還各自在算拍子 對 那是第一代的 拉我來出一行一下 不會 第一代的確是比較困難 因為我們很多歌迷反應 就是說他們想學 可是太難了 真拚 對 後來我們就編 我們就編一個比較簡單的 第二代帳郎 容易接受多少 對 容易接受 就是我們剛剛的那一個嘛 來一點節奏 5 6 7 8 對 很簡單 來來來來來 小哥來 準備好了沒 你不要欺負小哥啦 你就把它想像 這邊有一根電線杆 有一根電線杆 然後 你是一隻小狗 他怎麼這樣啊 他真的不好比 對 他跳了好幾個 好幾次 坐在哪兒 一檢查 是不是 我現在 有難請 人家 有難 你 寂寞